大家先看今次的威士忌 vesella 今次的難度是喝威士忌,而今次的紅酒 我們今天去到James Huckley 喝一些未入瓶的紅酒 叫On Premier的,是2020的酒桶 剛剛釀製的酒準備入瓶,我們去試酒 我們今天試了很多次酒,有沒有試到多少瓶? 這裡有百多款可以試,我們試到多少瓶? 差不多,幾十瓶左右 Angie,你記得多瓶? 沒有你們那麼多,只有二十多瓶而已 我們少了四十多瓶,我們應該是 我們和你一起試 喜歡今天喝到哪一瓶,覺得好喝呢? 因為這些酒全部都是新酒來的 剛剛桶拿出來的,所以應該是 未去到最好喝的地方,不過應該喝得出 很好喝而已 我也有一點好朋友的感覺 因為還未入瓶,剛剛在桶裡 還未入瓶 我最喜歡就是25號 二十多瓶,讓阿John說一下 Chatteau Cantemulé 這個Hopme d'Or那個地區 這隻是甚麼好呢? 我覺得它是有一點cranberry的味道 還有順滑一點,入口的時候 喝下去就算很適合我們女士喝的 還有我覺得它的味道也是長長一點的 很適合吃羊扒的時候 一起喝,一起喝 這樣就OK Angie呢? 我自己也喜歡 Chatteau Smith for La Vitte 其實它這瓶酒都99,100分 那其實你說最主要 為什麼我會歡喜它呢? 100分? 不是100分的問題 而是有些酒其實你也知道 其實它是未入瓶 其實它是很新的酒 而有些酒很多時候是未開到的 但反而這瓶 La Vitte 其實它已經可以叫做 你不呼吸它很久 都已經是入口的時候 都很Smooth 你入得出一個Potential 就是我覺得 如果你真是繼續擺 擺多五年以上 應該會很好喝 那我就56號 那隻 56號是甚麼呢? 56號是Chatteau Chat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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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93 94分 就不是很高分 但這個感覺挺有趣的 因為剛才阿John說的 今天酒未入瓶 就比較可能Fresh 但這隻 給到我的感覺是有層次感的 因為聞到的時候 有些Tauce的味道 有Tauce的味道 挺香的 然後喝下去的時候 是少許 前那一層是甜 但跟著 再後一點 會有布朗的味道 有少許層次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一隻叫做未入瓶的酒 其實一個是挺不錯的 因為你喝到層次 我相信通常喝到層次 都是一些 比較久一點的瓶 就是這樣 我喜歡擦一隻 是Chatteau 的酒 我只是覺得 因為夠厚 喜歡喝厚一點 對 厚一點的酒 骨頭的 可以熟了一些 Cherrys 布朗 一些乾果 那些味道很棒 我喜歡這隻多一點 這隻肥厚的 整體來說 今天這酒大家試得 都可以 都試得很多 都不錯 那我們下次繼續再試吧 好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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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做得更多